六族大师给一般人传授皈依 我们现在传授皈依都是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神 他不是这样讲 他说皈依觉 皈依正 皈依静 这样讲大家好懂 不至于产生误会 然后给大家讲解 佛者觉也 佛是觉悟的意思 法者正也正知正见 生者敬也六根清净一尘不然 这个皈依三宝原来是皈依清净性 皈依正知正解 皈依一尘不然 你看这就很明白了 不至于发生误会 能大师是唐朝时候人 他这个说法让我们就想到 佛教汉朝时候传到中国来的 到唐朝的时候 差不多有七百多年 传了这么久了 七百多年民间可能产生误会 都着相了 听说皈依佛 一定就想到佛像 听说皈依佛 一定就想到佛经 听说皈依身 就想到出家人 就着相了 着相就错误了 你说皈依佛 这俗话常说 你菩萨过后 自身难保 你靠他怎么能靠得住啊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 这形象代表的意义 你明白这个就不会错误了 那个佛像代表什么 代表觉悟啊 自信觉啊 不是别人觉悟啊 所以这个皈依叫三自皈 不是皈依他 皈依他 他靠不住 自己靠得住 那就是皈依佛 是皈依自信觉 皈依法 是皈依自信正 自信正知正解 皈依身呢 是自信清静心 这个解释就没错了 这是佛门里面讲的三宝 那我们把这个意思引申 依旧在佛门里面讲 这三宝是什么 解钉会是三宝啊 会是佛宝 钉是法宝 见是三宝 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